借了家破百 那么哪一物样东西不能往外借呢 第一 钱 随着社会的发展 每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那么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 你都不要轻易的借给别人钱 如果对方按时归还你还好 如果你遇到那种有手好闲 没有经济来源的人 那你的钱可就是很难要回来的 第二 手机 手机上面存有我们的许多隐私 如果被居心叵测的人拿去用了 我们的隐私就会遭到泄漏 再者说了手机上面还有支付宝等支付软件 如果对方别有用心 那么在经济方面也会遭受损失 第三 车子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朋友借车的情况 但是要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车子借出去给对方 因为如果你把车子借出去了 对方发生了意外事故 那你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第四 身份证 身份证是人这辈子最重要的证件 没有身份证我们将会寸步难行 也是因为如此 许多居心叵测的人就会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去做坏事 就比如担保办信用卡等 这就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第五 个人信用 如果别人要你当担保人 那你最好还是要拒绝 因为一旦他跑路了或者是还不上钱了 你就有连带责任 而你就会被立为失信人 对你的信用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之以上五样东西你最好不要借给别人 否则的话